中石油 中石化 中国人寿等五家大陆国营企业集体宣布将从美股退市 他们公告中的理由大同小异 主要认为股票在纽交所交易量小 但要履行的行政负担却很大 所以自愿从美下市 对此大陆证监会做出回应 这企业在美国上市以来严格遵守美国资本市场规则和监管要求 目前的退市计划不影响企业继续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融资发展 大陆证监会表示大陆国企集体退市属于资本市场常态 但路透社报道这些公司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其实是受到佩洛西访台后中美紧张局势升温的影响 长期以来美方一直要求完全查阅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账目 但北京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外国检查当地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文件 中美官员在审计规定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 也成了陆继掀起美股退市潮的关键因素 对此纽交所前总裁表示 下一批要消失的会是阿里巴巴和京东 但即便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会因此损失相当大的交易量 但维护对投资者的市场保护对美国股市更重要 中概股监管风暴影响着全球投资人在美中港三地的布局 大陆国企相继宣布自美股退市 也引发市场对中美金融加速脱钩的疑虑 TVBS新闻谢谢丁敏珍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